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一期我介绍了国际全球成人网站大致的态势 也举例说明了免费跟付费的一些大型应该讲超大型的网站 因为网站太多了只能介绍精华 其他那些规模小的没人去理不需要去讲 这一期主要介绍高频者成人网站 因为网站有免费跟付费 可是付费的就很多 可是良又不齐 好的好的不得了 差的简直是浪费时间 所以一般人假如你有考虑 当然你说我就是不花钱 我干嘛要花钱 当然那个钱也不多了 台币几百块 你说几百块是钱我不愿意花 当然可以去看免费的 但是如果你考虑说花几百块 因为它的品质数量品质都高 就化质也高 可以下载到你的硬碟 或者你不想也没关系 就是至少我们当做一个涨一点知识 那如果说你有考虑花几百块钱 当然多的有超过一千的以后比较少 一般就差不多六七百块 到顶多到台币千百块 一般这样是比较多 那如果你有考虑付费的话 当然要付费我们后面会讲 怎么降低风险 或者有很多替代的方式 有很多技巧后面再谈 我们一起一个主题 那多数人可能想到问题 那我怎么找啊 那么多的付费的网站 我要怎么找啊 那么多哪有时间啊 我哪有精力啊 我也不知道从何找起啊 很困难 没办法找 只在乱找 找了以后也搞不清楚 就算你知道怎么样找啊 那我又怎么 就算我找到 那我又怎么知道 这个网站我蛮喜欢的 可是网站它的品质好不好啊 数量有多少 影片数量多少啊 解析度多少啊 有没有陷阱啊 相关的资讯 也不知道 就是还是会担心啊 这个去订这个会员啊 这个有没有风险啊 这品质如果是 它首页看起来不错啊 结果里面根本没什么东西啊 这个一大堆问题搞不清楚 然后 那我要怎么付费啊 一般是刷卡比较多嘛 有没有风险啊 有没有其他替代的方法 那方法很多啦 陆陆续介绍啊 这一集主要谈的是前两个问题啊 至于如何付费 怎么降低风险 有没有什么替代的方法啊 后面 在别的集再去谈啊 这一集谈 怎么找 我怎么知道这个网站的内容好会啊 主要是这两个啊 谈这两个问题 那这两个问题啊 其实不难啊 所以很多事情不懂就很难 那懂了就 资源就多啊 因为很多 简单讲这很多事情都是 你自己去想 自己去做 困难无比啊 可是 人家以前帮你做啊 只是你不知道 那不知道就不知道 那你知道 有一件帮我做好功课 都调查好研究啊 当然 因为主要是英文的啊 那这一集倒没关系啊 虽然他的网站是英文的 可是我会带大家解说一下啊 也都大概主要关键词啊 有些东西也就那么些东西 所以英文程度一般的 大概听我讲以后 大概没有太大的问题啦 英文好的 当然也不用我讲 自己就看得懂啊 所以你英文很辣 那英文很辣 反正就是 就是 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也就可以了啊 因为这些都不 语言的 看起来是障碍 实际上问题也不大 你弄一两次 大概也知道怎么回事啊 但我有讲解 没讲解 差很多啊 我讲解就觉得不难 我没讲解 可能看了半天看不懂啊 因为有很多专家 已经花了很多时间 帮你 帮我做好功课 帮大家做好功课了 这些功课 这些资讯啊 都不知道是英文写出来 所以没关系 我带着大家看一下 就OK 那国际上啊 全世界啊 有很多人啊 专门研究整个网站啊 有的是兴趣啦 虽然我在我的网站也会提出来啊 但是首页不会显示出来 免得要说下流 但是 那个 在某些页面会提出来啊 但是在Google也找得到啊 所以Google 它有爬虫啊 不只是找首页啊 各个页面 它都会进去找啊 所以在 在Google上面也找得到啊 这以后会放上去吧 但首页看不出来啊 所以国际上很多人研究啊 像我这种啊 就是 呃 研究的也蛮多的啊 但是也没有特别成立网站 有些是公司啊 团体它有盈利啊 它有请人啊 那你说你去看它的这个内容 你也不要花钱啊 它是广告嘛 都叫广告嘛 尽量是公司团体啊 当然人也不可能太多啦 不可能超级大公司 几百个人上去 那不可能啊 就可能五六个人啊 那么十几个就很多了啊 但是总是 直接是专门做这个事情啊 每天做啊 每天研究啊 要花钱啊 因为它升级会员 它也要刷卡啊 所以它没有要付出成本啊 当然它们 在网站会揭露相关的资讯 就得服务啊 服务对成人网站有兴趣的人啊 那这网站很多啊 透过它们的网站啊 因为它不设网站 人家怎么知道它的研究的内容啊 我们看它网站就可以接受 我们的时间精力 因为它说 它们人多嘛 而且每天搞这个东西啊 一定比我们专业很多嘛 那我们就看它的研究成果啊 而且它们网站具有相当程度的公信力跟精确度啊 什么叫公信力啊 它们网站就摆在那边 也不会摆两三天啊 有的摆很多年啊 那如果说 这个 你觉得它不好 这个或者被骗或怎么样 那我们是 比较不会用英文去投诉啊 那国际上很多 英文母语的就投诉到处 网站在乱写 对它也不好 也不好 那看人会少啊 广告也不会上啊 所以它他们有相当程度 因为也是一个商欲嘛 信欲 精确度啊 精确度不错 因为它们 不管五个八个啊 十几个人 它们每天每天在研究啊 当然会有精确度 但是呢 当然啦 这些网站啊 良悠不起啊 有的就是根本骗你的啊 它就是说 它也是想跟那些网站挂钩啊 拿它的好处啊 那结果 它列举 第一名 第二名 根本也不怎么样啊 所以这个也麻烦 有些网站就是这种 完全商业性的 不实在啊 有些很实在啊 所以这个又是一个问题啊 你看了一大堆介绍 我都不了解 我到处去看 中文的可能少一点啊 英文的很多 但是 有的是不像啊 写的好像不实在啊 有的好像还不错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啊 那当然这个我内行人啊 我一分就清楚啊 但是 我们也没时间也没必要啊 把大部分我所有的这种 这种研究网站全部讲出来 这个也没那个必要啊 我就举一个代表性啊 当然具代表性不止一个啊 就我个人认为 它一定是最好 但是我看大概前几名 因为至少外国人很多人 都在谈这个网站啊 圈内人谈这个网站啊 呃 我自己也看过相当多次啊 那我觉得非常具有代表性 至少公信力精确度 我觉得没问题嘛 那我讲话也要负责嘛 如果胡说八道 那大家说啊 以后你就不要看 你对我也不好嘛 大家说 欸你讲的很对哦 你就很有知识性 多看一下 对我有帮助嘛 所以我这边举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网站 说为什么不举两个三个啊 一个就可以了啊 当然有人觉得不够 再多叫几个 那有几乎我再介绍啊 所以我就举一个代表性 一个要讲很久啊 那讲两三个时间不够啊 就是the best point 就是最好的 这个 这倒是情色啊 蛮成人题材的啊 当然要是以电影为主啊 这个网站啊 这样打进去就可以了 当然我待会试换这个网站 然后说奇怪 什么都有文字啊 什么图片都不见了啊 因为这个YouTube嘛 总是公开的嘛 不然小孩子青少年看到嘛 所以我把图片关掉了 当然你上去看的时候 当然你是大人嘛 上面都有图片啊 所以我把图片关掉了 小心为上 这个网站当然是全英文 它没关系哦 我会做比较详细的说明啊 那这个the best point 当你前面不打三个W 不打Tree不打W 也没关系啊 但后面com一定要打 com一定要打 这个网站啊 研究调查全部是付费网站 因为我前面说过了 免费的大家自己看看 没有太大的问题 也没什么极竅 陷阱也没什么陷阱 但是内容也没什么内容啊 所以玩家根本不会去看嘛 你说你随便 台语讲崩壞崩壞 随便乱看那是没关系的 所以这个网站调查 调查对象全部是付费的网站 总是大概要4500吧 4500到5000 实际上现在不止啊 总算4500到5000吧 应该是5000吧 每个的每个网站啊 都有一定的规模品质 因为我说过了 这个免费的网站太多了 付费网站太多了 全部写的话 第一个这个网站 它也不一定全部调查出来 第二个也没什么意思啊 所以它只调查有一定规模的品质啊 就大概四五千个啊 但是呢 那你说全世界 就算品质好的也不是 当然不是啊 因为它是以美国的网站为主啊 那日本又一堆啊 德国一堆啊 法国一堆啊 所以有时候看欧洲的这个网站啊 有的很累 它没有英文啊 很累啊 看有些看品质不错啊 没英文啊 但有些是有英文版啊 不一定啊 那美国和英国倒没有问题啊 加拿大啦 欧洲这也没问题啊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有些就没英文 那很累啊 但是大概首首啊 像我们有经验的 大概看一看也知道嘛 反正格式就那些了 至于其他国家网站 再别集介绍 至于介绍到什么程度啊 看看 如果大家看的人多啊 或者 那大家可以随便留言啊 因为我这边讲成的网站 大家也有兴趣啊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啊 我也不是老虎 吃不了你啊 所以你有什么问题啊 男的跟男的 就没什么害羞嘛 女的也没关系 我也不认识你啊 而且像画面男女的 搞不清楚女孩子 你有问题 问我也没关系啊 如果说个别的 没什么的话 就随便回一回啊 如果你的意见 谢谢你的留言和代表性啊 也许我会再做一集 专门讨论那个问题啊 这个网站啊 the best point 最佳网站 最佳情色 或成人 我们叫成人网站 好听一点啊 有几个特色跟重点啊 每个网站的评分 一般人就像卡拉OK嘛 有的卡拉OK嘛 有的卡拉OK唱完就没说 卡拉OK说89分 75分 你就比较有感嘛 有时光97分 哎呦好耶 85分 冲上了 六七十分普通了 但他也不会给你打个 不及格了啊 但也不会给你一半 就是大概六几到九几啊 这个中间 但是这个参考参考就好了 因为你说这个网站 虽然有公信力有均确度啊 可是你说 哎 只要是做生意的啊 这个 难免都会挂钩啦 所以 基本上 它是没问题啊 但是 它里面有些个别的 网站的资讯啊 我觉得可能也是受的影响 但是你不能完全要求它嘛 人家也要生活 要吃饭 要赚钱嘛 但到底上没问题啊 如果有 有碰到特殊的话 那我会讲解一下 或者 反正你看了以后 有任何留言啊 说这个是不是真的假的啊 那个公不公平啊 你留言啊 我大概 基本上我大概 还可以判断得出来啊 所以他每个网站都平分 就是要找这个网站到底起分 对网站进行分类啊 这个是重点啊 就分类 因为一般人嘛 就像你汽车嘛 你到底是要买乡行车啊 或者是卡车轿车啦 跑车啦 你不能说买车 什么车都看嘛 一定说 我现在流行休旅车 我的母亲到我车不看 或者我这个是要做生意 要商用车 那一般的小轿车 你也不考虑啊 所以分类这个是重种之重啊 就让浏览者啊 容易找到目标 我们待会看那个网站啊 我们就了解他的意思啊 他又说明每个网站 月费啊 一般是月费啊 但你要付年费他更高兴啊 年费打折 可一般人不可能嘛 一个月就好 因为你内容更新不会 不会那么快嘛 以及适合有打折的活动 因为有时候他打折 那这个网站当然有一点嘛 因为这个网站我跟他也不认识 我介绍网站我也不会有一毛钱 然后像网路很多啊 就帮你介绍他又抽佣金什么 那我就是不来这一套的啊 那我也没这个管道啊 他也没有这样的安排啊 那但是他这个网站确实说 有些网站啊 就是说经过他啊 可以少几块美金啊 这是有的啊 或者不一定是透过他 他就是这网站这样打折啊 这个讯息他也有提供啊 当然也不是百分之百啦 就在他所知道的范围之内啊 那每个网站的影片 这个很重要啊 到底有几支影片啊 你说这个网站有三百部影片 跟三千部影片 跟三万部影片 大概差很多啊 以及图片数量 但现在图片没什么人看啊 在影片为主嘛 因为图片太静态 如果有些网站抄袭啊 复制其他大型网站 如果他知道他会说明啊 他用Clone 就复制人啦 C-L-O-A-E啊 就告诉你啊 哦 这网站其实 也是很多东西 但他抄起人家 但有些网站 他会说明是exclusive 就是他是独家的内容 所以有些地方蛮细剧的啊 然后带手里面刷卡嘛 刷卡 这些银行直接收啊 都有啊 金融单位啊 第三方就介于网站的业主跟消费者之间 还有付款方式啊 到底刷哪一种卡啊 然后付费啊 这个是卡啊 付费刷卡是应该避免哪些陷阱啊 大家有时候也提一下啊 我们待会看网站就知道了 然后网站最后跟 这个很重要 有的网站不再更新 没什么意思啊 这种也不用上啊 我顶多上一次可以 那最后更新 更新就上传新的影片的时间 然后网站公司的名称啊 这个不是 这是营业主的公司的名称 不是网站 网站是网站的名称 他是内查公司做这个网站啊 他告诉你这是什么公司啊 这公司也搞不好还有其他的网站 或者他除了做这个成员网站 还要做其他的啊 电子商务什么啊 然后影片内容啊 网站的内容 影片什么独家 影片是不是有下载的限制啊 一般都可以下载啊 但是有些 现在比较少啊 以前有些还有一些下载的限制 很讨厌 我们不去细讲啊 影片中您的演员或哪吟的人数啊 当然它不是每一个都有啊 有的有的有的写有的没写啊 影片下载的格式啊 这个几乎都有写啊 格式啊 但现在一般是MP4啊 MP4啊 通用啊 其他WMV啊 AVI啊 那些其他 那些 那些比较少 解析度啊 但像一般如果没有到720就不用看啊 好啦 这是我二十个频道 我每个 每个视频下面下拉都可以啊 主要是教英文的啊 那我这边因为成人网站 我也相当的了解啊 朋友希望 我也来介绍一下啊 所以我讲一下啊 我们看这个网站啊 这个网站啊 你看 它这个 我图片关起来了 因为总是嘛 这个图片总是比较 好像不太妥啊 所以关起来了 那你自己看没关系啊 你自己在家里看啊 当然不要在公司看啊 在家里看啊 当然都有图片啊 所以图片关起来有些声明啊 它的网址就是BEST POINT 打三个W不打 就像都没差了啊 因为你买一个网址的时候都一样啊 呃 等于是买一送 买一送一啊 这个意思啊 因为三个W很麻烦啊 你看 它欢迎来到的BEST POINT 它说这个 The BEST POINT is your complete out of sight buyer's guide with profit and repute every comer 这我不念了啦 反正意思就是说 我们本网站啊 是一个完全的 一个成人网站啊 这个做消费者的消费值 指南啊 啊 我们引力啊 还有这个 我们专门去检查啊 去研究啊 每一个啊 这个商业的这个成人网站啊 那我们会觉得啊 比较具有这个品质的啊 品质的啊 品质的啊 有兴趣的话加入我们的留言板什么东西啊 大概就这样子啊 就表示我是一个公信力啊 我们是一个工作团队啊 我们研究很多啊 这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但差不多也是这样子啊 我觉得蛮中肯 然后重点在这边啊 重点在这边啊 这几个啊 大致上简单讲啊 就是WhatsApp 就是啊 现在最热门什么东西啊 Side Discounts 有没有打折啦 啊 New Reviews 我们新增加了一些研究的内容啊 New Point Site 新的成人网站啊 啊 Tap Point Site 就是啊 这个排名很高的网站啊 啊 但这个我觉得 嗯 我个人觉得 可信度不是一百分啊 那重点是这个 Pone Niche Niche就是分类啊 它不用Category 不用Tag 它用Niche啊 比较特殊啊 这是重点啊 只要看 其实这个网站精华 就要看这个就可以啊 Bone Site就是浏览我们整个网页啊 这个 也不需要 Unkind Reviews 即将 我们即将最近进行的 要发布的一些研究成果啊 啊 Special Interest 你有什么特别兴趣 这个主要是打折了吧 A2Z 就是把这个 你有兴趣可以看 我自己也不介绍 就是把所有的网站 从A啊 B啊 C啊 D啊 分下来啊 但是 其实在Search 我先跳到这个Search 你如果说 你对一个 付费网站 你有兴趣啊 你说啊 我要怎么找啊 找不到 你就直接打Search 就打上去 它就会出来 出来就直接进入那个 网站的说明 它的研究成果啊 所以这个Search 非常实用 那A2Z是从A B啊 C啊 这个是讨厌 一般人 没那个时间去管这个啊 PonTorrent 就是它的论坛啊 就是欢迎留言板啊 加入讨论啊 所以重点就是啊 最快就是啊 你知道一个网站 我们在这边搜寻一下 在这边打下去啊 这个 有标的出案打下去 它就出来 这个是 非常用的 但我们重点主要是在讲 那个Ponish 就是那个 呃 它的这个分类 好我们进去看 分类学的英文啊 呃 因为这个 成人马总是 比较清晰话题 我们就大概讲一下啊 就是它告诉你 分类 有各种分类 那每一种分类 它这个网站 它有研究啊 像这个 Amateur 研究975个 这样的 付费网站啊 它一定有一定品质啊 有些 有些 那个影片书太少啊 太不成就 它就不列入 它研究一定有基本规模啊 那 Ano有134啊 这样子啊 这边就分类 分类的内容啊 这边告诉你 我这个分类 我研究了几个啊 然后呢 研究 就是我的研究 382个啊 然后这些东西啊 然后它的平均分类 这边无所谓啦 反正只要知道分类啊 然后大概有几个 研究几个网站啊 有的很少才十几个啊 因为它冷门一点啊 那我们这边就 当作学英文吧 我们不要说这个 讲得很下流啊 就当作学英文啊 然后大概都是大人嘛 成人嘛 Amateur 就是业余者啊 就不是职业的 男女演员啊 Ano就是钢交嘛 Action就是亚洲人嘛 你要看日本的 看韩国的 看中国的 亚洲人 ActionMouse 这个有点下流啊 这个不讲 反正这个英文简单啊 自己去查吧 BB弹就是胖女人 女同性戀 雙性戀啊 这是双性戀啊 所以这个很复杂啊 有这个双性戀啊 男女的 有单性戀 正常人是单性戀啊 男同性戀 女同性戀 还有性别不明啊 所以确实 还有变性啊 所以有六种啊 比如说就是稀奇古怪的东西 不然就是精法的啊 不然就是口交 不然就是大奶啊 本类就是黑头发的啊 不可以就是啊 这个什么 女朋友啊 太太啊 跟人家住啊 然后老公啊 男朋友啊 在旁边看啊 大概这个意思 大屁股啊 设的就是名人啊 女演员啊 女明星啊 女歌手 名人啊 Community社区啊 Printed就是内设啊 Country也是设设计啊 Dating就是约会 Dthreat就是 生活龙啊 Double Penetration 就是两个动作差 DVD啊 这个不用讲啊 他就是从DVD上载录下来的啊 要不然你黑人啊 约片 欧洲人啊 Extreme就是一些很极端的啊 也变态极端的 Feed就是用脚啊 就是美腿啊 Fenton 这我也想忘记了 Fenton 他也是类似那种动漫的东西啊 Philips就是 啊 烈无辟啊 就是烈无辟嘛 这个我也不细讲 你应该知道意思啊 然后Flash Discount 就是打折啊 Food Job 用脚啊 For Women 就是给女人看啊 这个女人要看就看这个啊 你们都是男演员啊 当然有时候有男有女啊 然后给你玩游戏啊 Game Ben 就是多男一女啊 给男同性恋 确实是一般的啊 就是内容什么都有 综合性网站 跟他们有很高雅的女孩子啊 Glasses就是戴眼镜女孩子啊 哥尔特是比较那种 比较怪异的 像哥德士那种啊 比如Sex就是 团体交啊 Harry就是一毛很多的啊 Hentai就是手工啊 Hardcore就是 就直接啦 就是真小时代啦 Hentai也是那种 像漫画 但也不是漫画 类似漫画那种 High Def就是高解析度的啊 这个Indian你可以说印度人 你可以说印第安人 但这边主要是指印度人啊 社群插入啊 International啊 我就不解释了 这个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啊 反正他就告诉你有很多很多 分门别类的什么东西 看你有什么兴趣啊 那现在重点来了 我们随便讲一个 我们讲一个啊 比如说 Amateur 业余者啊 就不是职业啦 假是这样讲啊 很多人是职业啦 就告诉你啊 因为这边图片我都锁住了 看不到 就告诉你这个网站啊 因为你用手指啊 手机手指啊 或者像我这种滑鼠啊 点一下它会进去啊 就告诉你它的网站名称 这不是公司名称 网站名称啊 就告诉你它什么分数啊 94分93分这样排下来啊 Epic Wenders 这都是业余者啊 这些东西 你怎么还这么这五个啊 没有啊 你不要骑啊 它这所有的啊 所有的你再点一下 哦 12345 下去下去 然后呢 它这边倒到到 到50页啊 一页50个啊 50个啊 它又这个 一共975了 在page1 page2啊 就是这边这样下去点啊 那我们看 比如说啊 第一个分数最高啊 这个94分啊 Epic Wenders 你说进去看啊 好 来了 重点来了啊 这告诉你这个网站名称叫 Epic Wenders 没关系 英文不太好 没关系嘛 反正这个你要看影片嘛 你也不知道看这个英文嘛 反正你就知道 它这个什么意思 你也不要管它了啊 你也可以说是 它这个网站的赞助的名字 名字叫 Epic Wenders 也可以这样讲 他Payside这一定是付费网站啊 他在这边告诉你啊 这个也不重要啊 他从 这个网站从 2000年开始做啊 什么什么东西啊 他的主要的分类是 业余的人啊 他的次 其次的分类啊 就比较年轻的成人啊 还有女童性恋 好啦 那重点来了啊 几个重点就是 比较重要 他告诉你啊 就Syfex 就是这个网站的一些 资讯 假如是假事实啊 也不能假事 就是资讯啊 成本 也不是说成本 就是你的花费啊 还有如何变了你 就是如何 如何这个刷卡 付费啊 重点来了 月费 9.95美金啊 美国的他们给你搞个9.95 不会给你搞个9.10块 后面都加一个那个东西啊 然后一个月9.95美金啊 那至于人民币多少 港币多少 台币多少 自己换算嘛 然后那个 呃 这个recurring就是陷阱 我们有机会再讲 就是 它都是 你刷卡以后 然后它说每个月 继续收啊 啊 啊 就是 这个比较特殊 我不去讲 因为这个比较少见啊 然后呢 反正这边就先知道一个月多少钱 一般就是一个钱 不会像这个分成两个啊 然后第二个它就告诉你 它有5940支影片啊 他们研究过啊 然后格式是MP4 这是标准的格式 这没什么问题啊 哦 这解析度就高了 到1080 因为我们这解析度是看后面 不是看前面啊 720是标准啊 1080算高啊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 1080啊 然后偶尔又有写WMV啊 WMV啊 它解析度差 只有132啊 反正都是可以下载啊 所以它这边 另外影片 影片也不重要啊 就告诉你 有个千张图片啊 这也不重要啊 然后它告诉你 There is no download limit 没有下载限制 这等于废话 现在没有限制 谁要加入啊 然后它告诉你 也要1700多 哦 那这样就不少啊 所以它就揭露资讯嘛 然后它告诉你 这个网站什么时候 开始设立了 然后这个 是这个 还有后面这个 最后一次啊 最后一次那个 Lester Campton update 是2018 哦 那这有问题了 现在都已经2022了 所以这个网站 它算是给第一名高分啊 但这就不好 就没有什么更新啊 它可能 库存量很大 没什么更新 所以我们最好找个更新啊 所以它基本上的资讯是这样子啊 所以 那你说看第二名 每个都一样啊 这over 30 就每一个都超过30岁的 这个业余的 都差不多啊 像你看 像这个就是一个月 24.95美金啊 它经常会有一个 像这样的东西 就是它的标价是29.95美金 可是透过这个网站 是24.95美金 你不相信的话 你就平常打它的网站啊 因为这网站 打进去它都有的网站名称啊 它多少钱 那透过这个网站 多少钱 那确实有差 我的经验确实有差 所以后面说它有7400多个影片啊 都差不多这样子啊 你看 那所以回到我们那个分类啊 回到上一页啊 那回到分类啊 那分类反正就自己去看啊 它目前几个分类啊 分类蛮多的 分了101个分类啊 最后一个是一样的 最年轻的成人啊 可能是八二几岁 只要超过法定年纪啊 那这个DL是虚拟实境的啊 BOD是线上看啊 这个比较特殊 这个不能下载啊 Vindage 所以这个网站就是 数量也不少 它蛮有代表性啊 这边也是一样 它的各种的分类啊 Hardcore 我现在有研究了 1400多网站啊 当然这个参考一下啊 其他我们就不细讲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网站蛮有代表性的 因为它研究的数量蛮多 资讯也蛮丰富啊 蛮详实的啊 还要有详实的啊 还有一个最后提一下 那个蛮重要的 就是说 它这边说你要去付费的时候啊 它有时候有个小陷阱啊 所以有时候刷卡都很讨厌 这边是没有 这边没有提 就是有时候 一些网站很糟糕啊 它等你要付费的时候啊 就提一些资料 然后呢 它会有一个 什么下面打勾 你不小心打勾 它就是你要不要订另外一个 那个千万不要打 千万不要打 那这边这个网站没有提到 所以那个付费的时候 我会在别级里面再提到 它确实有一些陷阱啊 所以这一集就 就就就就告诉大家 这个啊 怎么怎么样去找这个付费的网 高品质的付费网站啊 了解各种资讯 那我们就透过一些专家 像这样的网站 当然你说 还有没有别的也很有工资 也有啊 我们只举个代表性 目前我看它是前几名 没有问题啊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因为很多很多网站 也说啊 我来介绍啊 我来告诉你很多网站 挂羊头卖狗 都跟人家挂狗 讲的很烂的网站 如果分数很高 那这个网站 我个人多少年经验了 我觉得这个网站的公信力啊 精确度是比较够啊 所以这一集讲这个 那当然后面还会讲一些东西啊 这个 很多啦 这个 付费替代替代方式啊 或者 他也会介绍免费网站啊 还有相当技巧 还有你要怎么去填 如果你要线上刷卡 他说英文格式啊 你要怎么填 就很多东西啊 不知道做几集啊 最多大概十集吧 就是因为大家对这个蛮有兴趣啊 好 这一集讲到这里